接下來的話 我們把這一題稍微再改動一下 因為你會發現 這邊一看就覺得說 這個地方有三行是重複的 以我個人習慣 我不太喜歡一直重複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的習慣是希望說 第一個 看有沒有辦法把這三行改成 只需要輸入一次就好了 不要三行 可是問題來了 要怎麼樣可以讓它只輸入一次 後來我想說 不應該說在每個地方都輸入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它只要輸入一次就好 那我的想的方法是這樣 我就直接把 乾脆這個地方 輸入的地方 不要在哪裡呢 不要在這個 就是程式一剛開始 而是在哪裡 在壞迴圈裡面做輸入 所以我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直接把這一行 搬到壞迴圈裡面的第一行 第一 就是下一階的 有沒有這一行 那可是問題來了 問題就是說呢 那我們這個地方 判斷該怎麼寫 那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就不要判斷 那你說不要判斷 那應該寫什麼 你會發現 我寫了一個很妙的一個值 就直接輸入1 畫有1冒號 OK 那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是1 那跟各位講 實際上這個地方 這個1 實際上指的就是True 所以如果假設你以後看到 別人寫這樣 畫有True冒號 其實就等於畫E冒號 在程式裡面 0就是False 有沒有 1的話就True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開關上面都有0跟1 有沒有 0的話就是關 1的話就開 OK 那所以其實 當然你說 老師兩邊 其實99%都是一樣的 OK 所以為了脫懶 其實我個人習慣還是把它改成 畫有1冒號 畫有1冒號應該比較精簡吧 不過你想說 老師這個地方為什麼是 False的畫意思是說 False後面 如果加上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為True的時候 它就會不斷的進入到回圈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寫這樣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無窮回圈 無窮回圈 那指的就是說 它會不斷進入到底下的邏輯判斷 那問題 那你想說 老師 那怎麼樣能夠讓它結束呢 其實特別注意 如果你寫成畫有1冒號的話 那將來你在這個程式裡面 必須再多增加一個敘述 就是要讓它離開的一個敘述 OK 那個敘述的名稱就叫break 所以要特別注意 以後如果你寫畫有1冒號的話 那記得你會不斷進入到回圈之內 那我們一樣 所以這好處就是說 讓它可以直接輸入 那你會發現輸入的地方 就只需要1行就OK了 所以這個底下這2行 這個可以不要了 這個也可以不要了 有沒有 那你就不斷幫我進到回圈裡面 然後幫我讓它去拆 那這個拆的狀況 總共有1、2個 有沒有 它比它還要 比它還要小的話 比亂數小的話 另外的話還有一個敘述 我們可能這個地方就不能是用else 我們下一個敘述的話 就叫做alif 那就必須再把它的那個 另外一個邏輯寫出來 有沒有 當你輸入了值 比亂數還要來大的話 OK 那這裡的話可能會多需要一個敘述 就是else else的話呢 第三個就是什麼 它不是比亂數小 也不是比亂數還要來大的話 那反之是什麼呢 那就相等 對不對 OK 所以特別注意 請你把底下這一個敘述 恭喜拆對了 請你直接搬到這個else裡面 OK 另外的話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敘述 我剛剛講 就是畫一帽號裡面 你記得這個很好用 但是非常危險 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一個無窮毀圈 所以你必須要在你的 這個敘述裡面要多一個叫break 所以最後記得 當什麼時候break 就當它拆對了 那你就把它break掉 OK break的話呢 它就自然離開了 OK 好 這樣程式就寫完了 OK 應該知道我在改哪些地方 因為為了要讓敘述 不要那麼囉嗦 所以其實我以後的習慣是這樣 反正我如果要讓人家拆的話 我以後個人習慣 反正我不知道寫什麼 我就直接寫畫一帽號就好了 記得裡面一定要有一個break 所以這個是一個進入點 一個是出口 OK 好 進入結束的地方 那以後的話 你要讓人家輸入的話 其實你就寫在哪裡 寫在畫一帽號的下方 然後邏輯就寫在這一塊 這樣的話感覺會比較好敘述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 寫任何類似的程式 我的習慣都會先 直接打一個畫一帽號 然後輸入判斷 判斷裡面的話會有一個break 這樣就OK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把兩個稍微比較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改完的程式碼 一樣我也有把它放在 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在這裡 在雲端的第28頁的話 下方這裡 OK有沒有 關鍵其實改的地方 就是這個畫一帽號 當然你一也可以改成觸 不一定一定是 但是啦 理論上打一比較簡單嘛 猜一個字嘛 觸的話打四個字 OK 好 試一下 那待會的話請各位想一下 如果我希望呢 讓這個遊戲只能猜三次 也就是說呢 如果他猜了第四次的話呢 不能了 應該是猜第三次的時候 就直接離開 然後跟他講說 只能猜錯了 只能猜三次 然後就離開了 當然你貼心一點的話 你也可以順暢跟他講說 答案是 什麼 OK 把Md這個變數呢 告訴他一下 這樣子的話 OK 可是問題 要如何修改 能夠把這個程式 改成 只能 猜三次 當然有兩種改法 一種改法是 把壞回圈 改成4回圈 因為4回圈有次數嘛 有沒有 Range 1 豆點4就好了 1 第一次 2 3 有沒有 3沒有了 就離開了 或者第二種改法是說 你在那個壞回圈裡面 增加一個變數 那個變數 就是每 猜一次就加1 猜一次就加1 那如果那個 數字 假如已經大於 等於 大於等於 等於第三 如果那個數字等於3的話 條件符合 那就是直接跳出剛剛的敘述 來什麼 只能猜三次 答案尾 然後就break掉 這樣也可以 大概會有兩種寫法 OK 你們可以想想看 如果把這個 剛剛的這個遊戲 改成限制只能猜三次的話